炸蒜著這樣 按著 這樣炸 對 炸著大蒜炸 我也吃一下 好下小孩好喝個高粱喔 來 來一杯高粱吧 豆芽 黃豆芽 黃豆芽 綠豆芽 不是綠的 就是綠豆芽 它的頭很大 好 今天我要帶大家前進一個 沒有影音媒體拍過的秘密巢穴 為什麼要來這個秘密巢穴 過年大部分人都會講到一些 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坦白講都沒有人真正講過 過年的時候也有痛點 對我來說我最怕的就是 過年的時候一個人會去 媽媽總會說 最近有沒有什麼對象 有沒有跟什麼男朋友 帶回來看一看 真的是好大好大的壓力 很多人問我說你們什麼辦法 消除一個人回家被父母親 嚴刑拷打 這樣的一個好方法 我告訴大家 我有 那就是你好好的去做一道 年夜飯 你做一道菜 這道菜可以包准 讓他們覺得吃起來 意猶未盡 完全忘記 他想要問你什麼話 我今年因為剛好認識 在網路上面的 這個最近聲名大噪的威傑跟蟑螂 所以我今天就要到他們家裡面 請威傑教我幾道菜 怎麼樣子做起來簡單 看起來厲害 哈囉 威傑 歡迎來我們家 對 這是威傑 好遠的路途 來到淡水小鎮 歡迎 真的 這威傑 哈囉 大家好 這是張大哥 威傑 我今天還特別帶來 真的是素羞喔 是肉乾 真的是肉乾 肉肉我最愛吧 真的吧 我已經早就聽說 威傑跟蟑螂家 都非常的有品味 我帶大家看一看 你看 真的 看起來好溫馨喔 對啊 這邊 看過去就是觀音山 對不對 張大哥 對 沒錯 你愛旅行 對不對 尤其是照片 照片 就是到不同地方的照片 還有我們帶回來的一些 紀念品吧 對 你看一下我覺得這很好看 牆上還有盤子 對不對 因為愛做飯所以盤子多 這邊牆上也有 這個很漂亮 對 各地的盤子 OK 好 所以呢 這個難得的機會 就順便看了一下 這個威傑跟張大哥的家 好 那但是我們當然 不能夠忘記 我們這一次來要幹嘛的 對啊 很簡單的原則 就是做起來 最好是簡單 看起來又很厲害 我們今天就做風雞涼拌小黃瓜 因為過年那時候 大魚大肉吃多了 涼拌菜很討喜 又簡單 等一下 我突然想到了 我們一定要先來參觀 威傑的冰箱 天啊 真的要看冰箱嗎 你不能整理喔 你不能整理 因為呢 如果有聽我們廣播節目 就知道了 威傑的冰箱很可怕 我今天已經輕一點 打開之後呢 掉出來的東西呢 砸到張大哥的腳 然後呢 引發了西裝大戰 他西裝一直被丟到 那個社區的樹上 然後呢 全社區都知道 他在找他的西裝 今天已經輕了一點了 你輕了嗎 輕了一點點 這樣 也還是 這樣算滿嗎 這樣子算八分滿耶 你這是要逃難的感覺嗎 沒有 就怕大地震啊 看一下下面好了 來 下面也還好啦 輕了一下 有多嗎 我的蛋盒一定要全滿 而且還有一盒備用 然後你們還是不要看一下我碗櫃 我碗櫃更可怕 我不過來我們家是說 碗櫃他不敢開 因為他不能拿 他一拿他怕東西掉出來 真的耶 可是威傑 所以妳常常驗客嗎 並沒有耶 那看一下下面這邊 看一下這邊 這邊 有嚇死嗎 我覺得還好耶 那妳是真的會換 我的意思是妳會用到嗎 沒有 別人都用大銅電鍋的碗 然後請客才會拿別的碗出來 真的 真的會發現原來是這樣子 一直賣一直賣 但是用的就只有那幾件 沒錯 沒錯 好 要剁手再買 但是 所以這就是小黃瓜涼拌風機 對 我們現在注意一個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涼拌風機的小黃瓜 我們不切絲也不切條也不切塊 三東人吃小黃瓜是用拍的 直接拍 對 OK 始終蠻力來 然後我們拍的時候就把這個 新的丟了 妳有浪費喔 直接妳都丟掉嗎 沒有那個裡面的心有沒有 黃瓜 黃瓜的燃它會出水 所以不要 微姐妳其實很幸福耶 妳看那個張大哥 對啊 拍好的黃瓜 對 是這樣子的 可是微姐妳會發現在拍的時候 那個黃瓜會跳來跳去 所以要按緊 妳看齁 菜刀要使出蠻力拍 小黃瓜用拍的之後 它這個面是不規則的 等一下拌的時候才能夠吸附這樣子 然後呢大蒜我們也不要剝 OK 現在要請蘭軒幫我們做一件事 就是我把大蒜丟進去之後呢 請他幫我們用這個蒜囚子 這個蒜囚子 這個蒜囚子 對這個蒜囚子 是從泰國專程爆回來的 真的啊 據說台灣也有賣喔 欸妳這好重喔 這樣子喔 炸蒜就這樣 按著 這樣炸 很用力的把它炸碎 好那要炸到什麼狀態 妳就炸成泥 炸成泥啊 對 要變成泥喔 對 對著大蒜炸 拿起來不要那麼多 我們這樣子 妳就不要提那麼高 很快就可以炸碎了 現在我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山東人吃幾個兩半的 要有三合油 放給糖 最重要的 要酸 酸 醋 白醋 高粱酒醋 高粱酒醋啊 我喜歡 然後呢醬油 醬油 醋醬油糖 好 蒜醬可以了 好 把它瓦進去 放點麻油也更好 就是香喔 好 這樣可以了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已經蒸好的一個風機 風機 以前我會自己做 它就是用白酒 花椒跟鹽 你把它抹到生雞腿上面之後 就是去晾乾一直吹風 可是很麻煩職業婦女 沒時間弄 所以我覺得南門市場買醬就很好了 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要把它蒸熟 不要洗就直接就蒸 我覺得大概一小時蒸透 大銅電鍋可不可以 可以的 也可以 對 那最重要就是 這一道菜呢 就是說我們要 撕 你看蒸透了之後 一撕就撕開了 OK 那這個風機是非常鹹的 它是非常鹹的 所以拌這個時候醬油比較多 有時候你看 像這個肉的這個纖維太長有沒有 對 我們撕好之後 我們就稍微把它切一下 我在家我都負責撕這個 那很好 對 來 你也來撕 對 因為我媽大概就覺得說 反正你鹹的鹹的 你都沒做什麼認真的事情 這個就基本功耶 我想叫你們吃一下耶 我也吃一下 好下酒 還好喝個高粱喔 來 來一杯高粱吧 好 我們就撕醬差不多 我來講這個菜最後一個訣竅 這道菜記得是在上桌之前 再把醬汁擺上去 原因是小黃瓜碰到鹹味會出水 到時候你真的太早拌了之後 客人一上桌已經一汪湯水在下面 很醜 所以你看這個醬汁到時候一灑上去 哎呀 太美 你看兩分鐘就完成一道菜 真的 好 我一直在看的同時 我這個就很容易分心 我看到這一望 這妳自己 這啊四川泡菜啊 老魯啊 這個小時候我媽媽也會做 因為她說這個四川泡菜 四川泡菜的特色就是呢 很清爽 辣酸不甜 辣酸不甜 這個做應該不難對不對 不難 你看上面這個白的是什麼 它是乳酸菌 什麼叫乳酸菌 我可以打開 可以啊 不要有油進去就可以 當你胃不舒服的時候 喝一瓢這個老滷汁 它可以幫你腸胃蠕動 它就是有點像是那種 若可摩豆的那種概念 你知道嗎 真的嗎 所以這個真的不是壞掉 對 所以這裡面就是白蘿蔔 紅蘿蔔 小黃瓜 還有高麗菜 高麗菜 好 切切切 然後曬乾 是不是要不要曬乾 亮乾 用過濾水把它洗乾淨 不要有那種深水進去 塞進去 塞進去 那做這個老滷汁很簡單 就是用一個乾鍋 乾淨的鍋 沒有油水的鍋 把花椒跟鹽炒一下 炒好就是說是消毒 因為它這個是生菌發酵 然後這個鍋子裡面就是加 這個鍋子要去哪裡買 淘寶 淘寶都有 因為它這個蓋子是不透水 要用塑膠 然後就是你用那個 煮開的開水 冷開水放在裡面 把炒好的那個丟進去 之後這個就是滷汁了 五天之後我覺得它就變成 一個發酵的水了 那冬天會比較慢 然後如果你有這個老滷汁 它會一直發 你就不用的時候 你就把它倒在瓶子裡 放在冰箱 哪一天我要用的時候 再把它拿出來倒出來 又可以做滷汁了 喔 這樣子 可是就是有水進去 然後為了怕它這個乳酸菌 太多變得很白 每一次在醃這個菜的時候 記得加一點高濃度的白酒 就是高粱 它會抑制它發酵 而且吃起來這個泡菜 就有點酒味 酒香 對 然後這個就是糖蒜 這就是糖蒜 這就是文明 俠爾的糖蒜 對 我們已經把汁倒出來了 因為超過一年在泡的話 蒜就會軟了 你看還有美酒 妳真的好會醃東西喔 這個還小了 我都是好大罐的 我還有說威士忌 黑糖美酒 太好喝了 太好喝了 聽一下是個酒國印豪之類的 叫做這個斷手菜 飯店的大師傅都說叫斷手菜 真的啊 做完之後手就斷了 那麼嚴重 對 過年一定要吃的十全十美 十香菜 也叫做如意菜 因為它有十樣素菜炒在一起 就是它了 沒錯 因為我可以在廚房裡面 待個三個小時不出來 絕對不會有人進來問妳問題的 妳就會非常忙碌 所以威姐現在已經在切這個十香菜裡面的這些備料了 我們看這座那麼多的備料 現在呢她正在切的是冬筍 這個十香菜就一定要用這個 所以等一下威姐妳要那麼薄那麼細啊 對 差不多 因為妳看每一道菜它都幾乎是0.2公分吧 所以這九項各自是什麼 最上面這個就是 來 南軒說 豆芽 綠豆芽 黃豆芽 這黃豆芽 綠豆芽 綠色的長這樣 不是綠的就是綠豆芽 它是頭很大 大頭就是 大頭就是黃豆芽 胡蘿蔔 然後這個是榨菜 這是酸菜 酸菜絲 然後這個是木耳絲 木耳絲 芹菜絲 香菇絲 這乾的香菇對不對 乾的香菇自己拔 會能夠吃新鮮香菇 不行 新鮮香菇 我先講一下 食箱菜為什麼重要就是 它的食材一定不能夠是出水的 會黏膩的 比方說我來放金針菇 那就完蛋了 金針菇就會這樣軟軟 所以每一道菜 你看都是乾爽的 所以可以有金針 不能夠有金針菇 它炒完不會出水 豆腐可以 千萬不要有豆皮 因為豆皮會什麼 軟軟黏黏 你放不久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已經完成食道了 真的 我們剛才也介紹完了 我們可以炒了 它有一個訣竅 就是說你炒完之後呢 你可以一個一個調味 那就是怕太鹹 所以為什麼每一個都先放一點點 也不要放多 因為差不多一大堆 你再去調味就怎麼辦 分菜炒的原因 是因為每一道菜 它的一些 手印度不一樣 而且你如果炒得透 OK 這個比較重要分一點 OK 如果有人說愛過食香 但是素的我就不要放 不要放 OK 所以倒數的兩個 就是 芹菜加豆干 坦白講 這兩個炒在一起還蠻好吃的 沒錯 為什麼要背後放呢 對 為什麼 豆干比較久它容易斷 所以要慢慢放 芹菜 芹菜一微就熟了 脆脆的其實好吃 對 所以最後把芹菜 了解 OK OK 真的 看起來雖然都是素菜 但是覺得好豐盛喔 沒錯 好 來吧 藍軒 OK 來 我幫你拿 太讚了 我最喜歡呢 就是這個菜剛剛 剛剛起鍋的時候 然後 熱吃 就獲棄得 然後就偷吃 然後就被我媽媽罵 真的很香耶 自己說自己做好吃 好好吃喔 真的好吃啊 芹菜採一下下 整個就好了 真的 對 千萬不能太久 一下就好 翻個十下就OK 把十下就好 所以張大哥給你 沒有 這個一年就吃一次 這樣子 如果你在吃 十圈十美 平常沒有人提 真的嗎 好有騙說武殺 非常謝謝 薇姐 今天幫我們做這個菜 教我們 所以呢 張大哥是一個非常幸福的男人 沒錯 是吧 學校沒有白吃的武殺 真的嗎 這一定要付出什麼代價嗎 洗碗 我們什麼話都要踢他的 是嗎 又來了 聽 非常謝謝 薇姐 謝謝獎男 謝謝 謝謝 任務達成 完成